哈喽兄弟们你们好 上一期视频呢 我拍了个 搞了个四米二的货车回来 很多兄弟们呢来跟我建议 他说为什么不搞个房车 对于房车来说呢 看似好看 但是贬值率太大了 而且你到处去转手卖的话呢 可能市场的需求比较短 一般的话搞个货车呀 它一是耐造 二个是马力大 才有的 你们都知道了 再一个的话 平时涉及到什么帐篷啊 我们有时搞户外呀 在一些能够打鱼的地方 一些鱼网啊 你拉着的话 它也方便一些 早年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五菱红光 一个小的风窗车 我们开着全国各地走 那个时候啊 一个是过路费贵 还有两个车薅油 还有开着比较大 所以说眼光啊 放的太短了 那个时候其实搞个货车的话 省很多的麻烦 今天的话 刚从物流那里 搞了个发电机 这个是玉柴的 5.5匹的 基本上在我的印象中 这种发电机的话 可以带 两匹的空调 应该没什么问题 去年也是搞户外的时候 去年搞了个亚马哈的 汽油的 这个的话 可以煮一个电饭锅 可以带两个灯泡 但是 不实用啊 实用性太低了 而且特耗油 所以说干什么事情呢 还是考虑的长远一点 想移步到位的话 尽量的往好的一方面想 这样你不能不会吃亏啊 给你节省很多的开支 好了 一起期待啊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一起期待我们 下一步的旅行 看往哪里走 其实我也不知道 在长江没进步之前 我们是全国户外 一年的话 365天都在外面 长江进步了以后啊 打不了鱼啊 完了 在这个地方包了一个糖 包了现在已经是四年半了 整四年半了 去年的时候我们 到外面去 大大小小的乡村啊 山林啊 也去待了一段时间 但待的时间不长 因为去年的车比较小 有时候搭帐篷啊 一些发电机啊 生活用品啊 搬上搬下蛮麻烦 包括床铺啊 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随车带的 比较麻烦 今年呢 也想出去再走一走 看一看 有不能打鱼的地方啊 我们就不打 能打鱼的地方呢 还是把扫网带着 到处去走一走 看一看 今天啊 我买了一部车 刚刚开回来 这个车的话 今年的话 就应该不会像 把设备啊 搬上搬下 那么麻烦了 这个车比较大 出门就图个方便 发电机啊 帐篷啊 这些东西 包括床铺啊 你放着要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比较高了 我这边四三门都可以开的 四三门都可以开 本来刚开始是准备搞展翼的 但是不是蛮方便 展翼的 也不是很安全 后来的话 干脆把这四三门可以打开 全部通开要好一点 每个地方打鱼的时候也好 做饭的时候也好 置帐篷的时候也好 这个车头往哪边一掉 喜欢看哪个风景 喜欢体验哪个地方的美食 风土人情的话 我们说走就走 挺好 好了 本期是